好,那我们先开始咯,因为基本上顾及到有一些朋友目前应该说不是资讯背景的 那如果不是资讯背景的话,接触到吐论这一块可能会有点吃力 所以说目前会先把一些基础的定义啊,一些东西稍微讲过一下 但也不会带非常深这样子 那基本上在这些领域用图论,用图或者是graph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普遍的,对 那在这边的话,先给一下定义这样子 那graph这个东西啊 graph这个东西基本上跟大家想的那个图片 picture或是image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讲的graph指的是这种graph 是指就是有很多的节点跟连线把它连起来的这种graph 这个叫做graph这样子 那所以说一个graph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 基本上是由一大堆的点点 那点点的话我们叫vertex 那vertex的话我们会用V来代表这样子 然后跟vertex点点跟点点之间它会有所谓的连线 就是这个连线的话我们叫age 就是边的意思 ok,那所以说基本上graph它会有所谓的点的集合跟边的集合 点的话会有大写的V这个东西来代表它的集合 然后age的话会有大写的E来代表它的集合 那边的话你可以有其他的表示方式 不过基本上我都是用点的pair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点V1连到V2的话 那我就会写成是V1然后小括号V1V2这样子 ok,那所以基本上graph的话 我们可以去数说 比如说在这个graph里面它有几个点 或者说有几个边 那如果有几个这件事情要算个数 我们会用绝对值去做一个表示 比如说V的绝对值的话 我们就会说它的点的个数有几个 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对照下面的图 看它有11个点 然后边的话也有11个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graph这件事情你可以分为所谓的有向的图跟无向的图这件事情 那无向的图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我的边是没有箭头的 所以有向的话指的是它是有箭头的 它是有方向性的 ok,那所以说它会分为就是directed跟undirected的graph这样子 然后呢,再来这边会稍微有趣一点 就是说我可以在图上面有点像走路这样子 ok,一个walk 那一个walk的话我就是可以从一个点 然后沿着边往下走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点,然后再往下走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一个walk它是一个序列 ok,它是一个序列 比如说我从s去走到y这个位置的话 我可以s可以透过s1然后再透过s2 然后一直往下走走到s2然后再走到y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一个walk的话你可以看下面有上色的那个部分 上色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walk 就是它开始从某个点出发然后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OK,那walk这件事情你可以在有像的图上面去做 你也可以在无像的图上面去做 你也可以在无像的图上面去做 那无像的图的话它就是没有分方向 所以你要过去你要回来都可以这样子 好,我有点忘记讲一件事情 那walk这件事情的话它还有分就是你的walk是就是一条线从某个地方开始往下走 那或者说你会走到原来的地方 那你会走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叫做closedwalk 所以它是封闭的 所以它会绕回来原本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open的话那就是它不会走到原来的地方 那基本上walk这件事情还蛮广泛的 那基本上我们还会再去深入再描述一些 加上一些限制,比如说我如果这个walk它是没有走到重复的边的 没有走到重复的边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walk我可以从A点走到B点我再走回来 然后再走到B点,然后再走回A点,再走回B点 那是重复走同一条路嘛 那你如果是没有重复走同一个边的话 那我们叫做trail OK,那所以我可以说从s到y的trail的话 我可以走绿色的绿色这个边的路径 然后它就会从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 那这个东西是没有重复 重复走同一个边的状况 那如果还可以定义就是有一个pass 那这个pass的话它还是一个walk 这个walk的话不太一样 它是不能重复走到一个点上 OK,它不能重复走一个点 它不能重复走一个点的话它就会像 像刚刚这个 这个有项图的话它 刚刚是有重复走到同一个点上面嘛 所以刚刚那个trail的话就不算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重复走到v6这个点嘛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pass OK,它是一个pass的话 它不能重复走到同一个点上去 好,然后呢 cycle cycle的话就是它是会 它是一个pass OK,它要是一个pass 那它会从它的头跟尾 就是它起始点跟结束点是同一样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class OK 所以说它会绕回来到同一个点上面 然后但是它不能走重复的点 这样子 好,这个叫cycle 然后另外一个叫circuit circuit的话它是一个trail 它不太一样 trail的话就是说 刚刚说不能走重复的边嘛 但是它也是要绕回来 它叫circuit 所以说这个是 就是要绕回来到同一个点 然后它 不能走重复的边这样子 好 然后基本上在 图片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degree degree的话它指的就是一个点 它连出去有多少个连线数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是v1这个点 那v1这个点它连出去的 点 连出去的边有几个 五个 然后五个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说就是v1这个点 它的degree是 5这样子 OK,所以基本上你每个点都可以去定它的degree 那degree这件事情 在后面或者说在讲 图论的时候其实还蛮 常去提到这件事情 OK 好 那 再来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图 比如说这个叫做regular graph regular graph它的定义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 这些图 它的每个点 它的degree都一样 大家可以算算看 就是每个点 它连出去的那个边数 它的degree都一样 都一样的话 我们叫它regular graph 然后这个叫complete graph Complete graph的话它就是说我在这个图上任两个点 都有连线 OK 这个叫complete 那complete跟刚刚的regular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但是实际上不太一样 然后 问大家 一个regular graph 是不是势必是一个complete graph 有人摇头 有没有点头 好 反过来问 一个complete graph是不是势必是一个regular graph OK 好 OK 就是后者是对的 前者是错的 这样子 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term 一些名词 OK 基本上大家 比较常遇到的 比较常遇到的大概会是 所谓的simplegraph这个东西 simplegraph这个东西 指的就是 我在点跟点之间 我的边 是只有一条边的 OK 有些图啊 它的边可以有好几条 就是 我同样是从a点连到b点 我可以连个三四条线过去 那个叫做multi age 所以它有很多个b点都 连过去这样子 那 还有一种状况叫做self loop self loop就是说我自己会连到自己 有一个b点它自己会连到自己 那simplegraph的话就是 没有以上 两种状况 the graph叫simplegraph OK 这个就是刚刚所所谓说到的multi age multi age 那multi age就是 我会有很多个 连 就是它是连同样的 两个点 OK 那这种图叫做multi graph 这样子 好我今天 我前面只会讲第一 好 然后呢 如果说它包了multi graph 然后multi multi age 然后它也包了self loop 这件事情 那我们通常会通称它叫做shadowgraph 像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就是它有自己连到自己 那这个叫做shadowgraph 那不过一般的 图论 跟演效法用比较多 大概都会是在 刚刚讲的simplegraph那边 OK 好我今天没有要讲演效法 好然后呢 刚刚我们都以为说我们鞭只能 两两 脸 对不对 就是 A点连到B点 那 有没有边是ABC3点一起连 那ABC3点一起连的那种边就是 在我边的表示法上面就是会写成 V1 V2 V3 这三个点 然后连在一起 那三个点连在一起 我们很难在上面画出来 我们用框的 把它框起来 OK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被框住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边 又是边 我为什么会在这边看到这个边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在数学广义上推广我们可以连到N个点 对b4 那N个点这件事情 你很难 画图把它划出来 它 基本上是用框 对 那这种东西叫 它叫HyperGraph的這樣子 OK好 前面簡單介紹一下 目前還可以嗎 可以的話我們就直接進GNN囉 那今天講GNN這個東西 它就是全名叫做Graph Neural Network這個東西 那Graph Neural Network這個東西基本上前面 前面會大概先提一下Deep Learning 一些重要的Mathstone 然後一些Graph上面的Application這樣子 然後後面才會深入講GNN是什麼東西 然後基本上在最近 應該說今年初跟去年底 大概有幾篇的Review Paper有出來 那這邊的分類方式大概是參考那幾篇的Review Paper 然後如果大家有想 大家想知道的話 在這份頭影片的最後面Reference的部分 我有把Review Paper給列出來 那基本上在Deep Learning的歷史上面來說 最早大概是就是1998年Lanet 就是Lacoon他提出了Lanet這樣子的演算法 但是沒有一個沒有一個Proof of Consent 就是你東西全部出來這樣子 那直到最近才有東西去證明這件事情 然後在2003年的時候 Benjo他提了Language Model這件事情 那Language Model那時候他也 沒有真的把一個東西給 就是Training給券出來 那也是到最近 到最近 應該說Deep Learning起來之後 那才有把東西給做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 GNN其實是在Deep Learning的熱潮之前 其實就已經提了 大概在2005年的時候 有一篇Paper 他就是提出了GNN這樣子的概念這樣子 然後呢 後面大概接了幾次 比如說2006年的時候 Hinton他提了就是RBM的模型 是那個Restricted Boseman Machine這個東西 然後到2009年的時候 GNN他們又提了一次 你會看到就是他的作者群 基本上是 是同一群人 他只是前後順序排列了一下 其實是同一群人這樣子 OK 然後到2012年 2012年的時候 AliceNet的成功 OK 然後那個時候 差不多開始 Deep Learning要開始 就是 開始起來了這樣 然後到2013年 2013年Google 展出那個 WaterVet的 模型 OK 然後到2015年 Hinton他們正式發表了 Deep Learning的Paper 在Nature上面 那所以大概是 就是 就是 AliceNet到 Deep Learning這個階段左右 就是 Deep Learning這個Term 開始紅起來 OK 那其實 DNN在提的時候 或者說 Nature發表的時候 都是在 在 Deep Learning的 提來之前 喂 喂 喂 好 OK 有 沒有 東西在這裡 只是怕沒電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大概 提了一下 歷史的部分 那就是 如同剛剛講的 就是 GNN的部分 的概念 其實早在 Deep Learning出來之前 就已經先 先提了這樣 而且那個時候 它 真的是發在 就是 討論 Neural Network的 期刊上面 那其實在 Deep Learning 出來之前 在 Neural Network 這個方面的領域 它們 已經 沉疾很久了 然後還有人敢發在 這個 領域上面 其實還蠻 蠻 surprising 的 這樣子 OK 好 那再來就是 稍微提一下 在剛剛講的 Graph這件事情 Graph這件事情 其實它的應用層面 還蠻廣的 因為它 像剛剛的 定義 我們就是可以把一個東西 把它抽象化 變成一個點 那我只要有一個關係 我就可以去 拉上一個連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是 可以去套用到 這樣子的模型的 第一個 你想 當然 最直接的就是 應用到所謂的 Internet 就是你的 網際網路 網路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 就是一個 Graph 你 一個手機 然後或者是 你一個 電腦 然後當你連上網的時候 你的手機 你可以想像你的手機 或者是說你的電腦 它是一個節點 它是在網路上面的一個節點 OK 那當你連上網了之後 你的連線 你連到哪一台主機 你連到哪一個Router Router 本身自己也是一個節點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 建立起一個很大的 電腦 這件事情 那電腦 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張很大的 Graph OK 然後呢 比如說 還有所謂的交通網路 這件事情 還蠻 還蠻 有趣的 對 然後就是 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 就是 美國的那個 航線 然後 它在 55克 就會有飛機的 那你可以把每一個城市 都是當成一個節點 那當有航線 是連接 有航線 在飛越的時候 可以把它想像是 它很式跟城市之間的電線 在朝日時 被安裝了 浮測了 過天四天 在8天 一半 下降了 下降 下降 在8天 全外雙地 在20東 一十三天 下降 這個 在海洋 後 內 內 不理我 OK 这个是交通网路 然后呢 对这个就是刚刚 如果你看到那个 全球的飞航起降 然后你把一个城市当成一个节点 那你把有航线 就是我 比如说美国还有飞往西雅图的航班的话 那我就把 台北 台北飞往西雅图的航班的话 你就把台北当成一个节点 西雅图当成一个节点 把这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给连起来 那你就会看到 像这么 就是庞大的一个 graph的 这个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拿来做分析的 OK 好 然后再来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你facebook的朋友 你可以把你自己人 当成一个节点 当你有跟你的朋友 就是那个人是跟你是朋友的关系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你自己跟那个朋友连上一个 连上一个edge 连上一个线 那连上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整张graph给画出来 那这个东西的话是网路上某个人 在2012年的时候去把他自己的facebook 把它画成一个network的样子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定位 比如说这个是跟他老婆 这是跟他女儿 然后在这边的话 黄色的这一块 黄色的这一块是跟他目前工作的同事 OK 然后这边的话是客户的部分 然后当然还有比如说 高中时期的同学啊 大学时期的同学啊 跟一些在地的一些community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画成一个graph 拿来做分析跟应用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进一步做下去的话 就会是今天原本要来讲的胡晓威老师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到我自己的领域这样子 我自己的领域是做生物相关的 那在生物相关的生物体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像这种代谢的所谓的password 就是passway叫做路径 生化的代谢路径 那生化的代谢路径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所谓的有氧呼吸 有氧呼吸里面它有一个叫TCA cycle的东西 那TCA cycle的东西它能量葡萄糖会透过前面的路径进到这个cycle里面 这个cycle里面你会可以把每一个化学分子都当成一个节点 那把它的化学反应路径把它当成一个边 然后把这些边全部都连起来 把这些边都连起来之后 这个东西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你要看全部的话是长这个样子 对这个全部的话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一颗细胞里面的化学反应路径 我把所有的路径都把它连起来 这边可能光线有点曝光这样子 所以看不太清楚 不过大家可以看Style上面 它非常的秘密喵嘛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会动态的把我们的能量系统把我们的能量往下带 然后让我们的生物体可以运作的一个网路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去进一步去看这件事情 看这件事情我们去让这整个生物体可以正常运作的 其实是所谓的酵素 酵素是一种蛋白质 OK 所以说在实验上面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就是去做所谓的 partine-partine interaction network partine-partine interaction network 这个就是蛋白质跟蛋白质之间 如果它有交互作用 如果这个蛋白质跟另外一个蛋白质 它在某些时间点有黏在一起 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跟实验做出来 然后把这个时间给收下来 那收下来之后就可以知道说 在什么时间点哪个蛋白质跟哪个蛋白质有交互作用 那我们就希望尽量去可以回推出这种 就是整个的代谢网路 然后把整个代谢网路重现出来 这是我们透过实验去收beta的方式 那如果你可以再进一步去看这个 partine-partine interaction network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早期就有人做了 而且它已经有在一些标准的资料集里面 卡组上面其实也有 如果你看到有个东西叫PPI network 如果你看到有个东西叫PPI network 那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OK那它已经是把一些东西给整理好了 然后丢出来的 那我自己说班做的其实是类似这种东西 叫做human co-expression network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我们会想看的是什么 我想看的是在人体的基因里面 哪一些基因跟哪些基因它其实是会一起活动的 比如说它一起被激发起来 它一起被抑制下去 那其实表示说这两个基因它们两个的行为是非常像的 当我们把这个network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分区块的 OK 它其实是有分区块 比如说在这个区块2号区块的话 它会跟免疫比较相关 然后在绿色的这个区块的话 它可能跟立腺体的一些代谢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去找到说这些基因是跟哪些功能 或者说哪些的生物的特质是比较相关的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OK 这边是比较深入的部分 那当然在电脑图学上面也有所谓的graph 就是当你在画那个3D动画或者是做一些layout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把一个部体把它切成一个比较细的节点 那这个节点基本上也是graph 那只是说这个东西是用算的算出来的 像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是我们收data 收来然后把它重建起来的 然后如果去跟目前AI比较相关的 大概会是所谓的knowledge graph这个东西 那knowledge graph这个东西大概在前一阵子 大概2012左右 我有点忘记了 Google有释出它所谓的google knowledge graph这个东西 knowledge graph这个东西比较抽象一点 比如说哪一个作者 比如说哪一本书 一本书我可以把它也是抽象化成一个节点 那我可以把它的作者 跟这本书之间把它签上一个连线 那签上一个连线我这个部分是有指向性的 比如说这个人的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ok 然后或者说 比如说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它在哪个国家里面 ok 那我就把城市这个东西跟国家这个东西把它抽象化成一个节点 用一个边把它连起来 那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人类 目前的知识目前知道的东西把它放进去 把它们的关系建起来 建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推论拿来做应用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做knowledge graph ok 好 那所以说你 单独批去把我们日常生活或者说我们有用到文字的部分 跟自然语言有关的文字的部分把这些东西都萃取出来之后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knowledge graph 当成我们一个类似diabetes的存在 去查询 查询说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knowledge告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去查了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有一个feedback 才可以跟他说 你讲了这句话那我进一步做推论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能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所以基本上你做NLP做到后面你会需要knowledge graph这个东西 然后来讲一下比较有名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patch rank有人知道吗 还蛮多人知道的 那graph这个东西的话在搜寻引擎其实是有蛮大帮助的 对在搜寻引擎的话如果说google google他收了这么多的 全世界的几乎全世界的网站 那他要怎么知道 使用者要找的 网站 他到底是哪一个网站 那我要让哪一个的 排名是比较前面 那网站跟网站之间有所谓的超连结的 连线 所以我可以把网站跟网站 网站想成一个节点 那网站跟网站之间的超连结想成是一个有向的图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这些不同的节点之间 这些不同的节点是网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这边有指向 对不对 指向的话表示说我是超连结点到那个地方去 那 他这边 就会有一个演算法叫做patch rank patch rank 这个东西他就是可以帮你在 这些网站里面去找出他排名是比较前面的哪些是比较重要 那哪些是比较重要他怎么决定 他决定的方式就是 当 有很多人都超连结指向某个人的时候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人比较重要 OK 那所以说他就会去依赖这样子的 逻辑 去把 这些网站做一个ranking 做一个排序 那我就可以首先去推荐那些 他排在比较前面的 就是比较多人指向他的 那基本上他会有一个 就是运算的公司去 算这件事情 那如果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去 patch rank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 这边 在 做的时候 他也是去依赖 我从一个graph 然后我要怎么去得到一个 就是 类似Google那个搜寻结果 那些list 那谁要排在前面 谁要排在后面 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做法 因为目前Google的搜寻引擎的机制 就是有改过非常多次 对 然后他还加了一些 很多 很多奇怪的东西 所以已经不是单纯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说从前面的那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抽象化成变成一个graph 这样子去表示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去分析graph 这个东西 然后去得到一些 资讯 那得到的这些资讯 我们要怎么去做处理 所以说 其实有衍生出了另外一个 东西叫做Network Science 这个东西 Network Science这个东西就是去探讨说我 东西抽象化成一个graph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去做分析 OK 我今天没有要讲Network Science 所以这边的话就会开始进到graph的部分 不过这边的definition跟前面的definition是一样的 只是图长得不太一样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要开始介绍一些跟图有相关的东西 然后后面的运算会用到 那基本上图这件事情看起来长得像这个样子 但是你coding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 处理它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adjustency matrix 去把它放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adjustency matrix这件事情就是说 比如说当我的1跟2是有连线 1跟2是有连线 那1跟2是有连线我们就把 这边有几个点 有个点 有个点的话我们就把 这边有一个对称的矩阵 那这个对称的矩阵第1个就是放1 第1个就是放2 然后放到9 然后另外这边也是1到9 OK 所以说当1跟2有连线的时候我这边数过来就是第1叠 然后第2行 1跟2之间 有连线 然后就把它放1 有连线我就把它放1 没有连线我就把它放0 所以说1跟2之间有连线 这边 1、2是1 那2、1也是1 这基本上它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目前OK 好 那所以 这个东西的话它是 我们画的是无向的图 这个是无向的图 无向的图的话它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如果它是一个有向的图 它就不会是对称矩阵 它就会有一个方向性 就是1指向2跟2指向1是 不一样的东西 OK 好 那再来 Degree Degree刚刚也讲过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Degree排成一个matrix Degree排成一个matrix 这件事情只有排在对角线上 OK 只有排在对角线上 那Degree排成一个matrix的话 就是我哪一个点的Degree是多少 就把它排在那个相对应的位置 的对角线上 OK 那这件事情之后 等一下会用到 好 那在算图 的部分 基本上 一般如果你是图论的演算法大概都会做在adjacencymatrix上面 OK 就刚刚那个adjacencymatrix上面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 更特别的分析的话 通常就不会只用那个东西 我们会用的东西是 Laprocianmatrix Laprocianmatrix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听起来好像 很难 因为是个数学家的名字 不过基本上它没有很难 它就是刚刚的degreematrix减到adjacencymatrix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那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有一些很好的数学特性 所以说它不会只用adjacencymatrix 它要 就是 做这样子的转换之后 然后我们用的是 Laprocianmatrix 这样子 那有的人是用Laprocianmatrix 有的人是用Normalize过后的Laprocianmatrix 那Normalize过后的Laprocianmatrix 看起来长得很異形 不过丢给电脑算 这件事情 就丢给电脑算 公司刻一刻丢给电脑算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提一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是后面 真正的GNN运送会用到 通常我们在Graph上面 我们会给所谓的 Label Label这件事情的话就是 比如说这边 这边是一张Graph 这张Graph我可以在 点上面放Label 我也可以在 边上面放Label 在点上面放Label的话 比如说我就可以说 这是 比如说 好 如果我们大家 大家可以变成一个Graph的话 那我们可以分成就是 是AiTech 有AiTech 有参与AiTech社群的人 然后跟参与就是那个 另外是GTG台中的人 那我们就可以在点上面Label 这个是AiTech的人 或者是GTG的人 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在边上面放Label 边上面放Label的话 就是我去Label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OK 那关系这件事情就 自己定 基本上 我就是只有抽象说 OK 我可以把Label放在上面 所以这是Label 那所以数学上在表示的时候 我们会用 Adjacency Matrix A就是Adjacency Matrix 然后L的话是Label 那L的话是Label 你可以是在点上面的Label 可以是在边上面的Label OK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有所谓的 S S的话是 就是 这些Node的feature 也就是说我这些Node 我会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feature 然后要丢进去做training 那丢进去做training的话 我们会用大写s 去代表 那这些大写s的话 它是所有人的 所有点的feature 那如果你拆开个别一个人一个人的话 就是 S1 S2 然后S3 这些人 OK 那如果 比较形象一点来看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个s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vector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feature OK 就把它画在上面 那这个feature的话呢 你可以在 点上 也可以在 边上 OK 那看你要运算的 那个feature是 你是设定是放点上还是放边上 这些事情就 就 所以你自己 高兴 这样子 目前 还可以 那 GNN这件事情 其实从 刚刚有讲就是 2005年跟2009年 开始提 那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个人是从所谓的 Network Embedding开始进来的 Network Embedding这件事情是什么 Network Embedding就是说 我把这个graph给画出来 那我得到这个graph之后 我能不能 从 这个graph上面去抽取它 上面的一些 拓谱特性 拓谱特性指的是什么 拓谱特性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在 一些 比如说社交网络好了 那社交网络的话我们会有 会有很多 是 比如说 像名人这种东西 名人 比如说你可以是政治上的名人或者是 明星 明星他也是一种名人 那名人的话就表示说 这个人他其实跟很多人 有连线 那 大家都知道他 那大家都知道他的话 他就是名人嘛 所以说我们在一张graph上 你可以想像是 会有一个点 大家都连线到他 或者说有很多线都连到他 那 这个东西他就会是一个 拓谱特性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图上面 我会想知道的是 有哪些点 他是所谓的 Hub Hub的话就是说 大家都连到他 OK 那所以说我 有没有办法去 从 某些方法 去把这个 拓谱压成一张 压成一个 vector 压成一个 向量 那这个向量可以告诉我 这个 关于这个 network 的特色特性 他原本是长什么样子 我不想管他 这个点 这个点的细节到底是什么 他的边的细节到底是什么 我关的是 全体 看起来 长什么样子 OK 那Network Embedding基本上在传统的宣传令有 几种方法 一个是matrix的 factorization 就是我可以透过矩阵分解的方式去做 他矩阵从哪里来 就是刚刚的adjusting matrix 我直接做分解 另外的方法就是我可以在图上 做random walk random walk就是我随便 挑一个点 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让他随机的 往其他的边 走 OK 那我随机往其他的边走之后我就可以收集到一条walk 两条walk 三条walk 然后我去分析这些walk 我事后再去分析这些walk 之后我就可以知道 哪一些点比较容易被走过 哪些点会形成一个cluster 哪一些点是一群的 这些特写 那 到今天devlanding的部分的话大概会用所谓的graph的allencoder graph的allencoder 我们想像allencoder就是 我们会有一些input的资料进来 然后会一些output的资料出去 那allencoder的话就是 我的input跟output是长一模一样的 中间会有些hidden layer 这个hidden layer就是我们要学的那些feature OK 那graph的allencoder就是进来的 一张graph 出去的 是同样那张graph 那中间 一样是那个vector 中间是一样那个feature OK 所以说它等于是在做 把我的graph压成 那个 vector 压成那个feature 然后取 那个feature出来 当成我的结果 OK 那另外一方面 这是内容embedding的部分 那内容embedding主要主流就是三种方法 matrix factorization 然后randomwork 跟dublanding的方法 就是graphallencoder 那 在gm的方面的话 今天会讲到就是 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然后graph attention network 然后graph generated network 跟graph special temporal network 这个东西 好 然后我不会讲很细 有概念 所以基本上 最基础的部分 大概会是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这个东西 目前 大家还好 好 那我就进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那 还没 我先讲一下task 有哪些东西可以做 哪些东西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做在node上面 就是你要你的任务是 你要做的是比如说node的classification 就是说你要帮你的 图上面的这些vertex 就是或者说节点做分类 OK 我想预测它的分类 那你可以预测分类 你也可以去做 regression regression就是 我去预测出一个连续的值 OK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会依赖graph convolution layer 去做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所谓的age level age level就是我要预测 这两个点之间是不是有连线 那或者说我要去预测是 这两个点之间的 连线它的关系是什么 那就是做age的classification OK 它可以做age的classification 然后或者说linkage的precision 好 然后如果你要看的是graph整体的性质 那它就是graph level的task 那基本上做的就是graph的classification 就是我要去区分这张图跟另外一张图是 不一样的类别 这样 OK 那 前面两种task它都会依赖所谓的graph convolution layer 去做 那最后一个就是graph的graph level task graph level task它 需要把我的graph从一大张的graph慢慢缩减 变一小张 变成变成一个小部分 再缩减再缩缩缩缩 缩减到你可能变成一个node 或者变成一个vactor 那 这周间的过程它就会牵涉到pooling的部分 OK 它就会用pooling layer 去做 OK 其实以往跟我们CNN很像 CNN就是 前面有很多convolution layer 那我要做pooling的话 它就会把它的 资讯量或者是把它的维度 加小 OK 那所以说如果你要做整体的 就是graph label的 那你就是用graphpooling 去 处理它 那所以基本上有几篇paper是比较经典的 就是 Semi-superwise learning 就是node classification 有些node啊 就是我已经知道它的label是什么 那我要去预测那些不知道的 那我同时把知道的跟不知道的丢给它 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semi-superwise learning 那我要去预测那些不知道的 所以说不知道的蓝色这个点就是 我可以透过我的GNN的模型去预测 给出来的 结果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就是 做node的 conclication 然后呢 我可以对 我的graph做conclication 那我对我的graph做conclication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 做分类嘛 one-hard encoding one-hard vector 这个东西 然后 我可以透过 某些 对面的手法 把我的一整张graph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分类 变成它到底是哪一种东西 哪一种graph 那或者是你要做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unsupervised learning的话就是 跟刚刚讲的 Nover embedding 或者说graph embedding 这件事情是相关的 就我想把它压成一个 vector 然后我的资讯量 就在我的vector里面 那我透过这个vector 就可以知道这个图的 图德性 所以终于 终于走到convolution 一般来说我们在 影片上 对不对 影像上面 或者说图片上面 做convolution 这件事情 我们做convolution的话 就是直接把一个pixel 一个一个pixel 然后 用一个kernel 去扫它 然后做convolution 那如果说把 这件事情把它翻到graph上 就是把它对应到graph上 它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把一张影像 把它看成是有很多很多的节点 相连 然后 这个节点的话 一个节点的话就相当于是 是于一个pixel 在它旁边的节点 就是 有相 相邻的 节点 这样子 所以说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网格状的 这样子 一个 一个graph 所以说我们在做convolution的时候其实是 我用一个狂狂 去扫 扫这些节点 的 这样子的行为 那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对应到图 这个是一个非常 有规则的 图 OK 那只是说当我们把这个 限制给放宽 我不需要这个规格 我只需要一个 随意的一个graph进来就好 那我只要随意的graph进来 我就是 这边 我就是随便把一个graph 那我要怎么去定convolution这件事情 是怎么做的 讲过我要怎么去 在graph上面去做convolution 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讲是说 我把pixel 在 影像上面做convolution 就是 我去找这个pixel 附近的人 做convolution吗 那 在graph上面做convolution 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就找 这个点 附近的人 做convolution OK 那所以基本上 这样子的话就是graph convolution OK 那只是说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稍微差一点点 稍微差一点点就是 你会看到在这个四个 在这个方块里面 四个角落 这个角落 这个点其实没有 直接跟中间 这个点有连线 直接有连线 只有上下左右 OK 不过这点差异 是可以容忍的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是要做在graph上面的convolution 那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在 GCN 就是graphconvolution network的话 大概会分成两类 一个是 一个是spatial based的 GCN 那一个是spatial based的GCN Spatial based的GCN的话就是 它会把 刚刚有提到那个lapration matrix lapration matrix之后我可以去做 特征值分解 那我特征分解之后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spatial 我去对那个spatial做convolution 那个稍微抽象一点 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是比较像下面的 下面那个话就是spatial spatial就是空间上的 所以我就去找这个点 跟它附近的人 做convolution OK 好目前可以 有人要问什么问题吗 好 这次可以答应我 好 那 先讲一下spatial based的GCN 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是 比较 早提出来的 虽然说比较早也是 2011年 还是2016年的事情 忘记 好 那spatial based的GCN它做的事情是这样 它是把我的feature丢进去 把我的adjusting matrix丢进去 它也是 一样 这边会有一些convolution layer 然后透过redu 恒程转换 转换之后我会 我会得到一样的那个matrix 但是这个matrix它最后会 有不同的feature 在这些点上面 然后我就去对应 对应我要解的那个 答案 然后让它backup给回去 OK 那所以基本上 spatial based的GCN的话 它做的事情是 下面这个 这个我只有 非常简化 放一个layer 一个node OK 那一个layer一个node 它做的事情就是 它这边会有所谓的 如果有修过 如果有知道 做 特征值分解的话 应该会对这个有点熟 就是它会对 那个lapartian matrix 做特征分解 分解完之后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u 有没有 这个u就是它的特征向量 那特征向量 一样相乘 但是这个中间这个θ 这个θ 这个θ是它的 乘数的位置 OK 就是它的weight是放在那个θ那边 那那个θ是一个 对角线的matrix 所以说它的 weight全部都摆在对角线上面 OK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kernel 这个是它的kernel 那这个kernel 我把它并缩 并缩成这个 跳打a OK 所以说这个跳打a 其实是kernel的部分 然后它会对我的s作用 OK 那s就是我丢进去的feature 这样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node 如果有很多个node它就会在 稍微再跟负载一点 所以基本上概念是这个样子 它会先 lapartion lapartion matrix 做分解 分解之后让它 让它抽掉 那其实在这中间有一个 有一小段故事 有个东西叫做graph 复裂的转换 就是我在graph上面做复裂的转换 那在graph上面做复裂的转换 其实就是我把那个 Igonvector 跟我的s相乘 所以基本上 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定义 比较 FOMO里去定义我的graph convolution 这件事情 graph convolution这件事情就是 我的s 跟我的g g就是 一般我们在做convolution 我会有input feature 然后跟kernel kernel就是filter 那g的话就是我的kernel的部分 OK 两个去做convolution 那两个去做convolution 公式给大家瞄一眼 然后推出来 就是长 像刚刚那个样子 就是 u 然后中间会是kernel的filter kernel或者 或者叫filter 然后 ut 然后s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所以这个的部分就是spatral的 surfconvolution 那 OK 根据资料算出来的 根据资料算出来的 他是根据资料算出来的 他是根据资料算出来的 他是根据 因为基本上 lapression这边就是所有的 就是graph上面的资讯 因为他包了degree也包了adjustancy matrix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当成 做成一个basis 所以这个basis OK 然后你说比较formally的 负列转换 那个 我目前没有去深究两者的 关系性 不过基本上 这个在 我查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graph的signal processing 就是在graph上面做 做讯号处理 然后基本上他们会做的 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定义 叫做graph的负列转换 不过那边我还没有去深究说 graph的负列转换跟 一般我们在讲的负列转换有什么关系 maybe 你的definition是像 像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转到是不是 相乘之后再回来 好了有人问了比较的问题 有没有人要问起到问题 OK 因为那个 定理不太算定理 就是 定义榜 好 所以这是 spatial based的 那spatial based因为 他每次你要做转换的时候 你要做转换的时候 你都要乘 他的eigenvector eigenvector要乘 然后他每个g都不一样 因为你一个g就代表一个 kernal 那你做一次convolution 就是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 然后我节点很多 就要乘很多次 这件事情是很 花费时间的 所以后来就有人做了所谓的 chopenship spatial CRN 然后他叫做chopnet OK 那这个东西他只是把我的g g的部分做一些简化 那做简化这件事情他做的是 用chopenship polynomial做展开 然后看你要取 前几项 取前k项 这样子 然后 再来一篇比较应用的就是 真的可以用 真的可以用就是他就只取d项 hobenship 那个东西他只取d项 他只取d项的话 他就可以 很简单的简化变成一个线性的 东西 对那变成一个线性的东西 然后公司就很简单就这样 OK 这个是spatial的部分 然后剩下 剩下的部分是spatial spatial是空间上面 那spatial的部分他有分 两种 一种是recurrent 然后一种是composition 那两者差异就是recurrent的话 他就是会 apply同一个layer 就像 RNN那个样子 他是用同一个layer 一直做铲除 一直有output 那composition的话 他就是layer 每一层layer都不一样 OK 就是每一层往后叠单 他的那个layer是不一样 然后recurrent的 gcn的话 比较有名叫做 GNN 这个东西就是 2009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navo 他就是 提这个东西 然后他名称就叫gcn 就是 suff new and network 所以基本上他做的事情是这样 这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在前一个时间点 前一个时间点是虚线那个 那个tool OK 我在前一个时间点我去抓 这个点他的neighbor 就是他的邻居 让他邻居的资讯去算 下一个时间点 中间 这个点 的资讯 OK 去核算 他的资讯 然后 这边他可以一直apply同一个做同一件事情 apply同一个layer 做好几次 那当你要output的时候他会透过一个g的function 整体再算 去做一个output OK 那你当然你output 就可以backup给回去 然后呢composition based的gcn的话 比较有名叫做 message passing neural network 然后他简称叫MPN 那MPNN这个 这篇论文他是 应用在 quantum chemistry 就是量子化学 上面 然后去预测那个 跟化学是相关 我没有去读这篇论文 不过我把那个论文的图接上来 那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他有两个step 第一个step他就会去 刚刚讲说message passing 所以说他要去算message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讯息是什么 他的讯息就是 从 一样就是这个点 从中心这个点然后跟 旁边的他的neighbor的点 去核算 然后他这边差别他也在 他又把那个age的资讯 如果你age上面有feature的话 他就把age的feature也 考虑进来 一起去算一个m OK 那他去算到这个m之后 他再去拿 这个m的话 他会透过mt这个 这个 方形去做直算 那mt之于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订 OK你要怎么去handle你的那个 周边的资讯 然后再来他会有一个ut ut的话就是update function 那update function的话他就会 用这个message 跟 前一次的这个中间这个node的feature 两个一起去核算下一个 中心点的这个 这个feature 然后他就会去update 这样子 那一样 他会 重复好几次 OK 那这样子重复好几次的话他就会做到message passing的 的作用 这样子 那一样 当我要output的时候我可以透过一个r function 去做一个output 好 这个是npn 好 然后公式在这里 再来讲graph pooling的部分 graph pooling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不外乎你可以想到 想得到的就是mess pooling或者是main pooling 然后你可以做假种就是some pooling这样子 那你可以是一次 直接pooling变成 变成一个 结果或者是你可以做 就是 阶段性的 比如说当我的一个network的 复杂度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我透过pooling之后 它的节点数 是不是暂时变少 我把一些 一些节点跟一些age 把它并锁起来 那我节点数变少 那我可以一阶段一阶段 做convolution 做pooling 做convolution 做pooling 然后如果你要对整个图做分类 那你基本上还是透过那个 Footly connected network 去做分类 所以这看起来就跟 CNN还蛮像的 OK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对整个graph 去做操作 那pooling的layer 当然 不是只有这几种 因为后来还是有人提一些不同的pooling的方法 那我就 就没有在这边做介绍 大家可以去 回去看一些 看后面提供的review paper 它其实里面有去提到这样 然后再来提一下graphattentionnetwork 那graphattentionnetwork这件事情的话 不知道大家 知道attention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我直接用图解释好了 这个是graphattentionnetwork的 那篇paper图 然后这一篇是Dangelo体的 OK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attention这件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会有一个 我会有一个 key 然后我会有一个query key不是一个 key是好几个 然后会有一个query 这个query他会去比较说 他跟哪个key是比较相像的 OK 那他就会得到一个weight 那得到一个weight之后 他就会对这些key做核算 那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搬到图上面 这件事情我搬到图上面的话 我就是 拿中间这个点 当成query 我去问 这个query到底跟周边的哪一个 点 是比较相的 他的feature是比较相的 那我就去拿他去跟 那个feature做核算 OK 那核算出来之后 我当然就可以summary aggregate 或者concate 出一个 一个 一个factor 这样 那所以说 基本上前面这边做的事情就是 他会拿 他会拿 比如说我要算 hi i这个节点 那我就会去拿他周边的节点 i周边的节点 就是j j就是他邻居 那我去拿i跟j去算 算一个alpha alpha的话 的话就是 他到底跟 哪一个j 比较像 那个跟那个j比较像 他的alpha就会比较大 OK 所以他是一个动态的行为 那把这个alpha去乘上我的 w 然后去乘上我的 h 然后 乌来的 内卧架构 OK 这个是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那这个的话他是只有 一个attention attention model 一个attention的机制 如果你用的是类似像 那个 Google提的那个transformer Google那个transformer 他有所谓的moneyhead attention moneyhead attention的话 他就会打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多个attention的机制 然后他就把这些attention的机制 算出来的结果全部串起来 全部concade起来 那concade的符号是这个 两条直杠 两条直杠 是attention的部分 好 那graph autoencoder Googleencoder这些事情 他其实是透过GCN做的 OK Googleencoder他其实是透过GCN做的 那GCN 这个东西大家看到这个非常简单的事 就知道他是 刚刚 有提到的 这个 那他就用GCN做的 他就用GCN做的 那他 我丢一个network进去 然后GCN之后 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D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vector 变成一个vector之后 我要怎么把它还原 变成原本的graph呢 他就把 这个D跟D之间做 这个是 这个不叫内积 把他把它详成 详成之后 他会得到一个 类似Adjacent Symmetrics 跟原本的那个 Adjacent Symmetrics 有点像的东西 这东西 然后让他们 一样这样子 那 那 Allencoder这个东西 太trivial了 基本上他们主要提的是 Variantial Graph Allencoder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在中间加上 在D这一层 加上一些 假设 他就是假设说我的 资料的分布的情况 他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再从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里面去做抽样抽出来 去fit这个东西 然后公式就会 小复杂 我就不讲了 基本上概念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 再到Graph Generating Network Graph Generating Network 这个东西就 就比较神奇 他就是 gain的意思 对 那 用这个东西的话 他一个著名的就是 他也是用在那个 化学分子上面 然后他叫做Molecular Gain 他所写就会是 Mole Gain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他是用在化学分子上 但是这篇文章呢 他还用了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在里面 他砸了非常多的 奇奇怪怪的技术在上面 所以 他不是单纯一个 Pure的一个 Gain的模型 这样子 所以我只能截图给大家看 这样子 对 OK 那他是希望说可以去生成类似的 类似的 分子结构 那所以说这个 看起来应该就是我可以去算 分 我去可以去 算或者说模拟 出不同 拓谱型 拓谱构型的 分子 这样子 OK 好 然后这个是他的细节 我可以去缠一大堆的那个 graph 对啊 所以 分子 我缠出来的这个graph 跟我的那个化学分子 是 还蛮相信 还蛮相近的 OK 那 这个是最后一个种类了 就是graph Special Temporal Network Special指的是空间 Temporal指的是时间 所以说graph这件事情他在 时间跟空间上面都有去考虑到的一个network 那这件事情他是做在交通网路上面 交通网路上面他会去想要去预测车流 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那个高速公路或者说路旁去放一些sensor 然后去sense说这个目前车子 他的速度 他车流的速度 是怎样 那我们就可以去 把这条路上面他车子的速度 速度这件事情给记录下来 那速度这件事情给记录下来 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 想要去预测整个交通系统 他的车流的速度跟分布是长什么样 那他们用的是叫做 Special Temporal Network 这是一个大分类 比较 确切的名称叫做 Diffusion Convolutio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这样子 就是 DCRN DCRN 里面他用到的 Convolution 就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我们讲说 Convolution 他用的是Graph Convolution 那在这边他引进了物理的一个概念 叫做Diffusion 就是 扩散 OK 他是用扩散这样子的 一个概念 把它放到他的Convolution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他用了所谓的 Diffusion Convolution 这样子的东西进去 然后 Diffusion Convolution的话 这个是做在空间上面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在画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 类似扩散这样子的 一个作用 这样子 在空间上面他们是用Diffusion Convolution 在时间上面他们用的是 Sequence-to-Sequence 的架构 就是 Google的那个 Sick-to-Sick learning 那因为 整个Network要算的话太大了 所以说他有一些sampling的技巧 他做一些sampling的技巧 所以基本上他网路架起来会像这个样子 我的图 我会收集很多时间点的图 Graph的资料 那这些很多时间点Graph的资料 我要怎么知道Graph Graph的话就是这个城市跟这个城市 或者说前一个十字入口跟后一个十字入口 它有 有道路连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 十字入口想成一个点 然后道路想成一个边 然后把这个Graph给建起来 然后我得到这个Graph给建起来之后 我就可以测到 比如说我收到那个车流的速度的 Sensor收到车流速度的资讯 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 在Edge上面放 车流速度 这件事情 当成feature 那我有一个时间序列 OK我有一个时间序列 那这个时间序列的话 我刚刚讲说 它是sequence-to-sequence的 结构嘛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 encoder 这边会有一个decoder encoder 自己是一个RN encoder decoder自己都是一个RN 那它对时间上面自己 做做RN的运算 那它就可以记录长时间的 那个 时间的dependency dependency的 关系 然后呢 在空间上面 就是 我车在跑 然后它的分布状况的话 是用刚刚讲的diffusion convolution 也就是说它是假设 我车跑的速度 然后它是有点类似一个 扩散效应 这样的 的作用在 进行 OK 那它的这个kernel它会去捕捉 convolution的 一个 特性 然后所以说 这样子 它整个架构架完之后 跑出来 我就可以 我给前几个时间点 那我就可以预测 后几个时间点 它的 交通网络的图跟状况 长什么样 OK 然后这个是它 跑出来的图 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是标准答案 就是实际的车流的速度 那以往在做 就是以往在做车流速度 的预测这件事情一直有人在做但是一直没有突破 那在这边的话 他们做的是 黄色的那条线 那绿色的话是用 单纯的LSTM去做 OK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说黄色的部分它是比较贴近蓝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是比较贴近蓝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 几乎就稍微大了一点 OK 这是DCRNN的部分 好 那这边的话是Paper里面它有去结那张 去结Diffusion Convolution的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交通网路的图 然后它在空间上的分布 如果去抓 星星的这个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在 附近 在附近它的车流的 不是车流速度 在这个附近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点 是有可能会 速度比较快或速度比较慢的一些 一些可能是Bottom Mac 像这样子的 东西 OK 所以说这个是它结出来的 图跟视觉化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 应该 可以 那 基本上在 前面大概把几个 大的就是GNN的分类 然后跟他们怎么做 然后跟一些概念都 稍微 稍微讲过 然后 接下来的话 是 Google他们有提了一篇 review paper 这样子 那Google他们提了一篇 review paper 它里面 提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 提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它去探讨说 我们在建构 AI的过程当中 在建构AI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用所谓的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Comblution network 或者是 RNN recurrent 这种东西 那这种东西无非是 我们放入了一些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说 它在 比如说空间上面 空间上面帮我们去 截取有同样的pattern 比如说我们在做CNN的时候 Comblution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说我在 图片 建合一张图片 你可能某个地方 会有同样的pattern 我在这张图片在 另外一个地方有同样的pattern 我们会用Comblution这件事情去把这同样的pattern给抓出来 那所以说他把这件事情叫做sharing space 就是我在不同的空间上面 不同的空间上面那他会share同样的特性 我可以去抓到同样的pattern 那如果是时间上面 他这边讲的是sharing in time sharing in time的话就是我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面 他会有类似的pattern这件事情 OK 那Google就给了这个一个名字叫做relation 企业 也就是说我们在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对他有一个假设 我们会把这个假设放到我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里面 无论是你的model的 架构上面或者是learning algorithm上面 他都会放入这些东西 那 接下来他就进一步去阐述说 OK我在 一般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都是一个物件一个物件一个物件 一个物件一个物件一个物件的话 我们就去描述 物件跟物件之间的 relationship就是他的 关系 然后一个物件跟另外一个物件他通常是独立的 他不会是一个 连续的 过程 所以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用graph 去model 这些物件之间的relationship 那在物理的 在物理上面我们很常会 就假设他们是有关系 然后 去直接去算他的 互动关系 那 这篇paper里面他也是 有提到这些例子 然后有几篇 reference paper 去 讲说我们怎么去把 graph这个东西当成 一个model 去model 那个 relations 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这边就提了一个叫做 GN 就是graph network 的block 那他其实也是从前面的 前面大家有提过那个 GN来的 大家会看到像 比如说 message passing neural network 这件事情 再放在这边 然后呢 如果你是RNN的话 是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是单纯的relation network的话 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他把它分成几个face 他 把 点上面 点上面可以有feature Edge上面 Edge上面可以有feature Graph上面 整张graph 可以有一个feature 那我是不是可以让这整张图 去做运算 然后 让他有点 动态的感觉 那有点让他动态的感觉的话 这边的话他就会 先去算所谓的Edge Edge这件事情就是关系 我两个点两个点之间 他有连线起来 那这个关系 他是不是会去影响到附近的点 去影响到他有 有 连接到的点 所以说他会去计算 更新我的Edge 先用我Edge的资讯 不是 先用Edge的资讯去更新点的资讯 去更新点的feature 更新完点的feature之后 然后 他再去更新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会先去更新Edge的资讯 然后Edge的资讯更新完之后 再去更新点的资讯 点的资讯更新完之后 再去算整体的graph的资讯 那三个都算过一遍之后 整体的graph就被更新了 OK 所以 他这边把它 切成所谓的 gmblock这个东西就是 我把 这三者的更新 看成一个block 然后他做一次更新 那他的更新方式是 更新方式是长这个样子 他会先去对你的Edge做update Edge完 update完之后对你也闹的去做update 闹到 update完之后 我再整体 global再去update一次 所以说 在这边的话 他就在把 gmblock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block他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 我是不是能把这个方块 拿来重组 所以说他就提了重组的方式 我可以一个gm 接另外一个gm 再接另外一个gm OK 那我也可以 用有点类似encoder encoder decoder的架构 我一个gm算完之后 我一个gm encode进去 然后中间会有很多个gm 去做运算 那我要输出的时候 我在decoder 让他出来 对 或者是recurrent的方式 OK 这些都是一些update graph network的方式 这样子 应该 快完了 对 到这边就完了 基本上 大概介绍了 五六种 六种 好忘记了 不同的graph neural network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做在 node的label age的label 或者是 global global的label 你可以放label 你可以放feature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这边还算是 大家还 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还 应该算是 一直以来 大概 16年 17年 18年 有慢慢在红起来 在学界慢慢在红起来 然后比较著名的model 大概就是那些 然后大概到18年 左右他的配合量 是 最多的 这样子 那所以基本上有人说 就是 gm大概会是 转AI的未来 因为他就是跟我们脑袋里面 想的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有关系的话 就把它 连上一个 age 连上一个relation 然后 这个relation 更新的方式 就是我们用Deep learning 的方式 去做运算 OK 然后不过目前看来 最直接相关的就是 NLP 连接到 那个 knowledge graph 那块是最直接的 因为那块就是我们人的 knowledge 这件事情 直接把它 平扣 变成 graph的方式 把它 当成一个 类似资料库的存在 去做查询 然后去做运算 那我今天的 talk就到 这边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有问题 我把所有的 就变成说我把所有的 graph上面的 那个 node 给它编号 然后 我的 我这变成一个 二维的 矩阵 它就是 这个点跟那个点 然后 矩阵跟矩阵之间 存的就是 edge的 可行 formation 那我用这样的一个 二维的矩阵 去描述我的graph 那我用原有现有的 new network的架构 去跑 我想这样子的 算法应该是 既然 new network现在的 相关的理论都已经有 一定成熟度了 这样的形式去 去计算 理论上应该也是 可以work 那 何必要 额外再发展出 graph的 的形式 拓幅的形式 去计算 这让我比较难去 理解了 因为 好 这么说好了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 应该说 好 我举个比较rough的例子 你可能在你身旁看到的一些 社会现象 那你在 身旁看到的社会现象这件事情 跟你 一个政府的角度 或是一个国家的角度 所看到的整体社会现象 应该是 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 你自己 所处的这个 生活现象的话 就会在 local的部分 发生 那如果你是大到一个比较 大的区域的话 那 这件事情 它的复杂度 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在graph上面 我们如果是 只看我们自己自身 但是只是一个点 这只是一个application 但我如果把 这个点跟其他的点 全部都连起来 那它的复杂度 是提升的 那你所呈现出来的 这整个风貌 跟你 去单独看 那个点 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目前在 做的 CNN跟 或者说 这些电脑士觉得 影像片子 它是 非常specific for那个task OK 那如果你要看的是 不是深入的那个task 你是要看 这一群 整体的 现象的时候 那它的scale 是不一样 OK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刚刚讲那个 Knowledge Graph 就是说 看我们以前 就是知道的 像ontology 或者是 Cementic Web 那些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 很像 还蛮相近的 但是 定义上不太一样 定义上不太一样 如果是ontology的话 通常是会是一个 tree的方式 做呈现 OK 那 它会去定一个 阶层关系 比如说 最上面 比如说你定一个 Nallage App 你定一个ontology 是关于动物的好了 那你动物的话 你动物这个 抽象的阶层是很高 你会摆上面 狮子老虎 这种东西会摆下面 猫 猫科动物 所以你中间可能 插一个猫科动物 这样子一个 概念在里面 那你可以把这些 知识 或者说 概念 抽象变成一个点 那你最高阶的可能是动物 下面可能是 猫 狮子老虎 这些东西 那它会是一个阶层 一个阶层 往下 但是knowledge graph的话 它是比较像是去建构关系 关系这件事情 它不一定有阶层性 对 比如说 朋友 家人 那 或者是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 比较跟家庭 或者朋友关系 那如果你是 某个地方的讲师 讲师 也是一个关系 是host host 这是一个关系 它 关系这件事情 都不限定于是有阶层性的 OK 那 其实 knowledge graph 然后ontology 然后 sementing web 这件事情 sementingweb 它其实 是 需要knowledge graph 做实现的 比如说你要做到 sementingweb 这件事情 它其实 somehow 它也用到了knowledge graph 去knowledge graph上面 插一些东西 然后去得到的结果 才去做到sementingweb 这件事情 然后需要 可能需要一点 NLP的东西进去 我才可以读懂 user input进来的语意是什么 然后我要output相对应的语意给它 或者说回一个那个搜选结果给它 对 然后刚刚还有提到什么 应该没有了吧 这样回答应该 可以 还有谁想问问题 好 那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非常谢谢 在杜燕华的讲者 今天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